一由定功把这个外面境界像看穿了 境界像的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就像佛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能在境界像里面看出来像今天量子学家所说的 所有一切这个物质现象是意念累积 连续的一种幻觉 它不是真的 出师法界那就是这个地方讲 甚深大定 这是什么自信本定 你这个定功达到了自信本定 会能大使强的何其自信 本武动摇 他到这个境界了 这个境界是原教出诸以上 华阴金出诸菩萨 他脱离师法界了 他到哪里去了 到诸佛如来的尸宝庄宴图 他所正的 跟究竟谷地上的 复古 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 无事无 ministry 还带着一点 还没有断绝 真正断绝了 他就不再摄暴徒了 所以摄暴徒也不是真的 摄暴徒从哪里 还是阿赖耶县的 那个世界跟我们摄法界不一样 摄法界有变异 有变化 那个世界没有变化 主要记住 进入那个法界 是一样 永远是年轻 无量寿他不衰老 人没有变化 山火大地也没变化 树木花草也没变化 真的是凡夫心目当中所想的 成僧不老啊 不散不灭的境界 这是摄暴徒 无视无明稀奇断干净了 没有了 他又提升了一击 升到哪里去了 升到长济光里面去了 这也许就是科学家所谓的 这也许就是科学家所谓的 这个宇宙怎么到最后不见了 科学家他们的说法 这宇宙假实是 这个 这个 一百个 一百个分子 现在科学家能够理解的 能够观察到的 只有十分之一 百分之十的宇宙 百分之九十的宇宙不见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大概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宇宙啊 已经回归长济光了 长济光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不拘任何现象 所以 无论什么东西都探测不到 只有 无始无命稀奇断了 你才完全明了了 长济光虽然什么都没有 不能说到无 因为长济光里面 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德项 佛在大臣经里面常常赞叹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德项 那是赞叹 长济光 赞叹 当人的自信 也就是每个人的自信 我们自己的自信 究竟圆满佛的境界 下面为我们解释 盖以海印等诸三美丽 这个海印就是 就是如来所证的 把自己所证的 比喻成大海 这个大海 是性海 就是自信 自信大海 印 就是我们像水面 水在很平的时候 像一面镜子 他能把外面的境相 这个境界相 通通照在里面 清清楚楚 这个印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种三美丽 就是究竟圆满的大地 能够把自信 所变现的境界 就是设法界 一针装银 通通照进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全照进了 另一切法 并然起现 无碍远柔 不但现前的 都照在里面 过去也在里面 未来也在里面 这个不会 这叫做无碍呀 谁在那个里面 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佛家常讲 横遍射方 数穷三极 你全见到了 丝毫障碍都没有 下面一句 这是引金祖镇 这是华言经上 佛说的 如微臣素 祝三妹 亦亦出身 臣等地 那就是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微观世界 用微臣 来做数量 都数不清 微臣素 三妹 每一个 每一个微臣三妹 出身 臣等地 啊 微臣素 的 大丁 这什么意思 这句话 像极其微臣 这今天 量子力学里面 讲的小光子 啊 量子群 那么小的 那么样微热的那个地 都不干扰了 啊 他都不动 啊 那火狂大的 要大风大浪 啊 那么微细的 就微波的时候 都不动 真的 是 是 能大使所讲的 本不重要 都本来没有动摇 真正见到真心 你见到有动摇的 是阿赖 是旺行 旺行 从极其细微 就是 微臣那种 这个波动 到整个大宇宙 都不能够干扰他 都不能够干扰他了 这 深定的作用 这是 非常非常 重要的 我们要想要修进 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面修 在厨师 待人 接活 怎么个修法呢 修不知足 小臣定 修不分别 菩萨定 修不起心 不动念 这是如来的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三昧 离不开这个原则了 掌握到这个原则了 你的应用 就非常活泼 眼张开了 看外面的境界 不为外境所动 你的眼根在色尘上 得三昧 你不受他的干扰 你有定功 把这个外面境界像看穿 境界像的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像佛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能在境界像里面 看出来像今天 量子学家所说的 所有一切这个物质现象啊 是意念累积 连续的一种幻觉 它不是真的 每一种现象都可以回归到波动的状态 这就是什么 你在相上见到性了 性相一如 性相不二 相上见到性 而听音声 而这个 这不叫耳食啊 这文信 文信在音声上 得三昧 真就三昧 你吃东西 血根 在味尘上入定 入定知不知道 清清楚楚 那是智慧 辱辱不动 那是大定 这妙用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 要会用功啊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要用得上 你就会了 啊 啊 啊 你 陀佛 啊 你 陀佛 啊 你 陀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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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